零酸二青甲和骨粉养花 吹花吹果哪个更好 在不同的时期使用 对它们有什么要求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沙阿花匠 最近很多花友在网上去讨论 骨粉和零酸二青甲 到底养花哪个更好 事实上呢 它们两个并没有可比性 因为使用的方法不同 最终就导致它们效果都不一样 零酸二青甲作为我们比较常用的 一个非常好的吹花吹果的肥料 它其实绝对值得大家去使用 但是它使用呢 它有几个比较特定的要求 而骨粉呢同样如此 所以呢我们正要使用的话 要种养花种菜吹花吹果的话 要懂得正确的使用方法 首先是零酸二青甲 零酸二青甲呢无论是养花还是种果树 是原意爱好者还是专业的果农菜农 它们都喜欢用这个零酸二青甲 为什么 因为零酸二青甲呢对比其他的肥料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作用 就是它的溶解性比较好 而且呢 时效性比较足 把零酸二青甲喷到我们的植物 在几个情况下是不能用零酸二青甲的 第一个下雨的天气用零酸二青甲 基本上没有效果 这个应该大家都理解 毕竟它是水溶性的 下雨天气不行 像前段时间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 零酸二青甲就不能用 第二个刮风的时候不能用 因为我们零酸二青甲大部分是以液面肥的形式使用的 喷的过程中呢要求是无风或者少风状态 但大风的情况下很容易把这零酸二青甲都给吹跑了 也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另外呢 零酸二青甲呢在描气的时候使用呢 效果也比较差 所以呢 零酸二青甲呢 一定要选对使用的时间才能有 另外呢 零酸二青甲不能在夸气的时候去使用 也不能太早去使用 所以呢 一般情况呢 使用零酸二青甲都是在夸包形成的 前15天去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次 比如我家的番石流现在已经涨夸包了 所以一般情况 我是提前的10天左右呢 已经喷了一次零酸二青甲 然后每间隔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再喷一次 连续喷三次 直到它彻底开垮为止 这样子呢 就可以保证 它的零酸二青甲 有充足的零肥跟甲肥 让它开垮 以及结果了 零酸二青甲是叶面肥 所以呢 它有个吸收利用率的问题 很多植物呢 尤其是那些叶片比较小的植物呢 喷了零酸二青甲之后呢 总是没有一个效果呢 原因就是零酸二青甲没有办法附着到植物的叶片上 所以喷零酸二青甲呢 我们很多时候还要加点洗衣粉啊 或者加点葡萄糖啊 去增强它的光合作用啊 等等才能让我们植物吸收 当然了 这样调整了之后呢 零酸二青甲的吸收利用率也就只有50%到75%左右 并不能实现百分百的 所以呢 有一部分零酸二青甲事实上是真的浪费掉了 我个人认为呢 零酸二青甲呢 更适合那些专业的人士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操作 每天有大部分的时间去管理的果园 所以这个时候甚至专业的人士 有自己的大棚 有自己的专门的区域 他可以自己控制温度 控制风 所以呢 喷零酸二青甲吸收利用率会更加的高 但是我们在家呢 我们没有条件去创造这个环境 所以喷零酸二青甲很多时候是效果会差很多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整体来说 零酸二青甲适合专业 或者是有不错的种植基础的人士去使用 股粉呢 股粉跟零酸二青甲呢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可比性 因为这个效果 这个虽然它也是含有大量的磷肥啊 甲肥啊 钙肥啊 它们的营养成分都差不多 但是它的营养释放跟零酸二青甲呢 那个没得比 零酸二青甲几天之内就被吸收完了 这个东西呢 要吸收几个月 所以呢 您会发现呢 用了股粉之后呢 短时间之内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使用股粉呢 千万不要它开花的时候 才考虑使用股粉 股粉什么时候使用最好 秋天打底肥的时候最好 然后呢 平时在春天每个月追一次 一勺到两勺左右的肥股粉下去 这个追肥的时候呢 再追加 这样子效果是最好的 千万不要等 所以股粉呢 它使用呢 就不用看植物了 也不用看天气了 直接埋在花盆里面 就了结完事 由于股粉呢 对比磷酸二青甲呢 水溶性并不是太高 所以呢 把它埋在花盆里面呢 您会发现呢 它不会跟着水跑掉 然后它会不断的溶解 被植物所吸收 一般情况快呢 也要一个月 慢呢 可能三个月才会彻底的吸收完毕 所以啊 它跟磷酸二青甲比呢 它是另外一种缓色肥 磷酸二青甲的缓色肥 所以你问我磷酸二青甲跟股粉哪个好 我觉得要看什么人 什么时候使用 比如 您在家 你是新手养花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适合给食物喷磷酸二青甲的话 那你不如爽着 简单点用股粉 每个月麻一两勺到花盆里面 就可以给食物补充足够的磷肥 钾肥 也就是说 植物开花结果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都在这里了 这样子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等天气等环境去使用了 但是股粉由于它没有时效性 所以一定要提前的买好 这个比较适合新手 另外呢 就是那个时效性的问题 刚才都说了 如果您家的植物已经开了花包 你就不要用这个 一定要用磷酸二青甲 如果股粉呢 是适合提前买在那里 比如您刚刚买一盆盆栽回来 把这个股粉码在夸盆里面 您不需要再考虑磷酸二青甲 这个就是它的好处 但是也是它的缺点 所以以后不要再问我 磷酸二青甲跟股粉哪个好 我觉得看你怎么用 还有什么时候用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山花奖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